哇 哇 31万多入贵 31万多少 颜值 云集全球顶尖颜值 王校长 我又来了 你觉得有点香 曼达瑞华的王校长 34个亿见到 红红刚进门了大唐就能看出来 进这个门感觉可贵的感觉进入的是一个画廊 小高非常高啊 这都是大理石吧 一进来这个空旷大厅没有服务台 这边隐藏的是一个大的服务台 这个酒店你没发现它的画特别多吗 哇塞 外摊的夜景 整体的感觉还是很有艺术性的 有很多老上海的元素在 但是它混了很多现代的 名师会 好香啊 每层的香味都不一样 其实好像层数比较低 从里都看不到外摊 不是很大 免费使用吗 对 住客者都可以直接用 对 哇塞 就像无边泳池 我要游泳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泳池 还有RED显示屏 什么叫名师会 会员是个课计 怎么还成为你的会员呢 31万6 31万6呢 对 所以我就回了谈请你唱KTVA 对 有没有包先生 包先生 这是一大的宴会厅 天啊 真的是蛇 我决定不用牛逼梁子形容 就是低调奢华 不仅实用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舒服 哎 人民的名义的感觉有没有 哇 你看 你看上面 粉红初学团书记 亲切地会见了 障碍家族男团成员 两国成员友好地握了握手 惊险的会面 你坐着感受一下 你有没有那种 一下就身临其境 人民的名义的感觉 哇 这个好酷啊 日餐的话只有晚餐饮业 然后我们中餐的话 是中午和晚上都有 中午 中餐厅 这个风格好中啊 这是啥呀 这是那个古董的那个打字箭 河 来这里吃饭谈事的多 还是来旅游的多 人均多多 1538 就今天有剩 这服务不错 对对对 还想呢 想能我自己点呢 哎呦 这是体贴 送客一个客 然后上海 人家又日语去 哎 你们平好吗 好 谢谢 这边比较快 祝咱们主店的明星多吗 一二盘不均 当时就行 每个房间的平均价格在1500万 每个房间成本在1500万左右 这真的是真的是很豪华是吧 有个套房还不止 你给我多少个房间 187千万 现在浴缸就感觉很有停电 很有副部门量 美生间 哦 电膜玻璃 哇 这玻璃 哇 这是土编制成 啥都没见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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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天啊 锦币辉煌 之前可以看到东方明珠的塔 我的爱人 可以可以 这景观不错 万达瑞华的位置特别好 这是一个保鲜箱 所有东西都是那种关在里面的 一进屋发现了什么 按摩椅 按摩椅都没见过 也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住过最高端的酒店 3300 最便宜的房3300 你要让我花这么多钱来住 纯雕色气质 我真是爽 躺在这还能看到外滩的景色 人间精品啊 再来个包先生 死而无汗 你好像有包先生吗 包先生 嗯 您想找哪一位呢 这是 就是那什么 没事没事 你今天听不懂就算了 电子的猫眼 你看外边 看女生活在那小时代 我想看她脱衣服那段 人会选择特别贵的酒店 如果你有这个实力的话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她的睡衣不错 没有什么毛巾被啊什么的 毛巾被什么贵 看一下这个丰盛的早餐啊 比较富有特色的上海小吃多一些 不仅上海的小吃 还有西式的早餐 豪车多吗 600多万吧 是600多万车 哦 从来没有上过这个车啊 我能不能上机坐一下吗 你是别过来 真是的 我这看着我都没见过这个 经常见大老板吗 室内谁吗 自己想 自己想 你这真是你吗 大家都知道 你不能说 套路四斤而已 你真是的 你开这车紧张吗 就当玩具车开 当玩具车开 对啊 人家不敢做你 摸一下什么 你们干嘛 那车你们玩的 没有下打的 不是玩具车吗 在这个万达 基本上住一宿啊 吃顿饭 住一宿 大概是4000左右 中餐是500 日料是1500 如果要住行政套房的话 肯定就会很贵了 大约8000到1万 甚至还有更高的房间 最贵的房间 据说达到12万每晚 退房了啊 退房了 一次完美的体验 几时不想走 今天从万达出来了 真的不想走了 真的 值得来 值得肯朋友哦